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新宇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从2019年我和我的祖国 到2020年我和我的家乡 都激起无数观众 发自内心对祖国的热爱 今年国庆当中 由多位导演联合指导的 我和我的父辈 将延续这种家国情怀 分别以革命 建设 改革开放 和新时代为历史坐标 描写几代父辈的奋斗历程 讲述中国人为了国家和民族 拼搏努力的时代记忆 电影我和我的父辈 延续了我和我的系列电影拍摄传统 以多名导演集体创作的形式 讲述了不同时代的亲情故事 呈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 引发家国与时代的情怀共鸣 影片自9月30日上映以来 截至10月7日晚 票房已突破10亿元 在购票平台猫眼和逃票票上 观众评分均高达9.5分 每一个导演他表达故事的 这个情感的方式 其实也各有不同 但是我们从他的不同的 这个方式里面 其实我们都能够感受到 大家对祖国的热爱 电影《我和我的父辈》 由四个篇章构成 分别由吴京 张子怡 徐征 沈腾导演并担当主演 其中 吴京指导的成风 根据真实的英雄事迹改编 以抗战期间 一对骑兵团父子率领的 冀中骑兵团 帮助村民转移为主线 刻画出1942年 艰苦奋斗的抗日军民群像 其中 战马冲锋的场景 完全实拍 吴京扮演的马仁星 既是骑兵团团长 同时也是一名父亲 不善言辞的背后 是对儿子深深的爱 你爹我对得住天下人 我对不住你娘啊 所以触动我的一个情节 就是那一场上阵父子兵 个人的命运和国家命运 其实是深深地绑定的 是有很多很多的人的付出 在前面才最后 才让大家能够过上 这样和平的这样的生活 这种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 我最感动的是 这幅信 你看这边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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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喜欢的 他们都可以的 他想通过这个来传达 父子成绩的关系 亲情成绩的关系 对 就是国家成绩的关系 他面临的最大的难处就是 其实我们部队早就没有骑兵了 所以我们都是要通过那些租赁的 那些马匹租赁公司行来 开始训练 所以这个长达一两个月的训练 就是每天骑马 他最后一场马战 七分多钟 他其实是一种民族精神的一个体现 张子怡首次转型做导演 他指导的诗这一篇章 以研制搭载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长征一号火箭为背景 用平时的视角 讲述了第一代航天人的青春和热血 在影片中 他扮演了一位显为人知的火药雕刻师 这一次经历做导演整个的过程 我更加地体会到做导演的不义 因为你当演员 你就是专注在一个角色上 但是你当导演不是这样子的 有一天我习惯性地收工了 我就往回走 然后说不行啊 明天的警媒附呢 说对对对 我还有这个事没做呢 就很多事情你要去上心去想 妈妈的工作就是做这个火药 可是它很危险 如果发生了火药我也会死 你看着很平凡 但是是很难 他其实在火箭推进的时候 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随时有生命危险的那样一个状态下 整个到他丈夫因公去世 牺牲含着那种压抑着自己的情感 跟孩子的关系完成了那次发射 这些人他们为什么能这样 我们这个电影到底要说什么 因为那藏里头深深地藏着我们的爱 我觉得就是一个民族的图腾 我和我的系列我是每一部都看了嘛 然后觉得都挺好看的 最有酷点的我觉得大概就是张子怡导的那一盘 小孩的父亲会就为了国家的一些东西 然后付出了自己 就觉得还挺感人的 每一盘的那个小孩 他就传承了父亲的一些东西 对 觉得特别的好 为了塑造好这个角色 张子怡前往第一代中国航天人工作和生活的 呼和浩特实地走访 跟着真正的火药雕刻尸体延伸火 切身感受这些大国工匠们不惧危险 勇于担当的奉献精神 跟着他们一点点去学怎么用刀 怎么切火药 用多大力度 如何保持精准 如何避免危险 然后有一天我看到了中央电视台的 《大国工匠》这个节目 然后讲的是我们的徐丽萍老师 他的职业就是火药雕刻尸 然后我看到他整个的人物传记 我就很好奇 然后也很感动 他们都是择一世中一生 无论这个职业是多么的艰难 甚至是与死亡去面对面的 但是他们也是无怨无悔的 春江水暖鸭先知 我们要做就要做第一只敢于下水的鸭子 从我和我的祖国到我和我的家乡 再到我和我的父辈 徐丞是唯一一位连续参与创作了三部电影的导演 这次他指导的篇章 鸭先知仍然选择把故事放在上海的弄场里 甚至人物设定也与夺冠部分重合 以真实事件为原型 讲述了中国第一只电视广告诞生的故事 这一次的难度就特别大 就是要选择一个小人物的小故事 但是要映射到整个的改革开放的这样的一个大时代 所以动了很多脑筋 也否定了很多方案 到最后才选择了广告这样的一个视角 因为广告它是作为市场经济的一个标志 所以对应着这个改革开放 从夺冠到最后一刻 到这一次的鸭先知 徐征延续了一如既往的热闹风格 狭窄的阁楼与窗台挂满的衣服 伴随着邻里间的七嘴八舌 弄堂里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这一次其实最难的就是要还原七八年的上海 七八年的上海 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一块广告牌子 所以我们在当中其实用了不少特效 然后我们所有的公共汽车的这个镜头 都是在这个要在棚里面拍打上绿布 而公共汽车外面的那个部分 全部是要用后期那样子来做 沈腾指导的少年行则用开心麻花的老班底 讲述了一个有关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故事 从未来意外来到2021年的机器人行一号 邂逅热爱科学的少年 两人互相鼓励勇敢追梦的过程 让观众笑声不断 今年国庆档《我和我的父辈》用小人物书写大时代 让观众在欢笑和泪水之余回味与感动 从革命时期到新中国建设 再到改革开放 最后到当下的新时代 看似四个独立的故事串联起党的百名光辉历程 一代代父辈的牺牲带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也令当下的观众为之触动 我们觉得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个电影里又哭又笑 然后特别是最后当这个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作为一个中国的一个公民 然后作为一个生长在这么一个幸福而伟大的时代 而感到特别的骄傲 庆祝中国生党一百周年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时点 中国电影人的希望能够拿出一个作品 能够展现一百年来在党的领导下 我们怎么取得了本年福利的变化 这个变化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精神支持我们 有什么样的信仰推动我们 使得我们取得了现在的成就 走你所走的长路 家是最小国 国是千万家 中国电影人用一部部作品 纪念先辈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的奋斗历程 激励当下的青年人 传承父辈的志向 为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继续努力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获取更多的文化资讯 可以关注文化时分公众号 参与互动不仅有机会 赢取演出门票和文创产品 还能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 有机会与您喜爱的艺术家 面对面